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巴西的铁娘子 对于罗塞夫其人媒体冠以铁娘子的称号 这个铁首先体现在他与现任总统卢拉的关系铁 可以说罗塞夫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公务员成为总统热门人选 卢拉不遗余力的支持与推介功不可没 罗塞夫2001年加入劳工党 后出任卢拉政府能源部长 2005年他升任总统府民事办公室主任 称为卢拉左膀右臂 在竞选讲话中他也多次提及巴西在卢拉执政期间取得的经济成就 此外作为首位巴西有望坐上总统之位的女性 罗塞夫铁一般的作风和意志也是她的独特标志 我们女人是美国的职务员 罗塞夫曾经投身反独裁地下组织 并因此坐过牢受过刑 罗塞夫还曾以顽强意志战胜淋巴癌获得康复 媒体认为罗塞夫一旦上任后很有可能延续卢拉时期经济外交等各项政策 在国际舞台上为巴西争取更大话语权成为后卢拉时代的铁娘子 其实在这次的投票之前不少政治分析人士就断言 有深得民心的现任总统卢拉为其保驾护航 迪尔玛罗塞夫在和若泽塞拉的单挑当中获胜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不过卢拉毕竟会有淡出公众视线的那一天 那么对于任何的一个新任总统而言 如何在后卢拉时代独挑巴西政治和经济大量 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首先罗塞夫可能要充当实行财政紧缩政策的恶人角色 卢拉任总统期间巴西经济内需坚挺出口强劲 一路成长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 但另一方面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庞大 有引发通货膨胀的潜在威胁 罗塞夫在竞选中曾宣称 要将政府财政盈余大幅提高 并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3% 而要达到这一目标 支出寿身势在必行 其次 如何在开发巴西石油资源的同时 平衡国家和私人投资者的利益 将成为第二码的执政难题 巴西国民议会联邦参议院 近期可能通过一项法案 加强政府对国内油田的控制 如果这项法案获得了通过 将减少外来投资者的投资机会 更有批评者说 法案将降低巴西石油行业的效率 促生政治干预和腐败 此外 如何在国内政坛笼络足够多盟友 确保政府顺利执政 在国际舞台频频亮相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这些对一名政坛新人 向来为人低调 不善言谈的罗塞夫 都将是不小的挑战 事实上梳理一下 现而今越来越多的女性领导人 是活跃于政治舞台上 她们以淡定从容的姿态 给阳刚气十足的政治世界 注入了不少的感性和温情 比如说大家非常熟知的 德国总理默克尔 她是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理 而阿根廷历史上的第一位 民选女总统克里斯蒂娜 也被媒体称为是当代的碧龙夫人 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遜瑟利夫 是非洲历史上的第一位民选女总统 还有就是刚刚在9月14号宣誓就职的澳大利亚 总理朱利亚吉拉德 也是该国女性成为政府首脑的第一人 好 那么有关巴西大选的更多的最新情况呢 马上我们就通过视频来连线 本台驻巴西记者傅贝 你好 傅贝 主持人你好 傅贝 现在我们知道 整个大选的结果已经揭晓了 那首先告诉我们一下 你在现场感觉到这个气氛怎么样 就是你在来到这个连线的途中 有没有和当地的民众有过一些交流 他们对于这个迪尔马罗塞夫的当选 他们是作何反应 好的 我现在是站在圣保罗的保利斯塔大街上 我可以说 我甚至这个情景像我已经想起了几个月前 如果巴西能够获得世界杯的冠军 现在大街上非常热闹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远处 已经立起了一块非常大的刁马的牌子 而且现在就在我前面不远处有一个酒吧 所有的人都在里面欢呼 身批刁马竞选的旗子 然后街上的车也都在鸣笛欢呼 所有人都在庆祝 这现在已经整个圣保罗 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的party 非常热闹 而这事实上是与当初正在投票 今天白天投票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白天投票还是相对于比较平静 但是没有想到今天晚的庆祝活动会如此热烈 然后我今天在来的路上 也和一些民众进行了一家最基本的交流 他们认为说丢马获胜的话 还是希望能够继续 巴西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 一直持续的这些经济政策 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里 他们一共制造了超过1400万个就业机会 帮助了2000多万的巴西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那么就像叼马今天自己在投票点说的 那么他要上任后将继续实施巴西政府近几年来的政策 将给巴西带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主持人 富贝事实上你刚才也提到了 确实在卢拉时代 我们看到整个巴西是创造了一个辉煌 那么对于新的这位总统当选人来说 如何来挑起后卢拉时代的大梁 我们也知道是任重而道远的 那现在各界对于这位新总统有什么样的期待 事实上大家也知道 叼马从竞选一开始 他的旗号就是打着继续卢拉的政策 而事实上事实证明他的这个政策竞选政策也是非常明智的 那么希望相信就是民众对于 相信民众对于卢拉对于丢马的这个政策 对于 不好意思 相信 相信对于丢马政府之后能够延续卢拉政策 继续保持巴西经济的亏速发展 以及解决失业问题 应该是人们对于丢马政府最大的期待 主持人 好 谢谢父辈来自巴西的报道 谢谢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 欢迎各位的继续收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31号下午抵达新德里 开始对印度进行友好访论 印度国大党和印度政府高级官员 中国驻印度大使张言等到机场迎接 周永康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说 中印同为发展中国家 发展睦邻友好合作 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符合两国人民意愿 有利于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他强调 中方历来真是中印传统友谊 把中印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当前 中印关系发展正处于重要阶段 面临新的机遇 我这次访问印度 是抱着增进互信 加深友谊 扩大共识 促进合作的愿望而来 将同印度政府和朝野政党领导人 就中印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共同推进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周永康访印期间 将出席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国大党 为庆祝中印建交60周年 而联合举办的中印关系研讨会 10月30号 中国国务委员戴炳国 在海南省三亚市 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举行了非正式会晤 双方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下 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系的问题 深入交换了意见 双方积极评价一段时间以来的中美关系 强调双方要继续认真落实 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加强对话 增进互信 扩大合作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 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 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 双方一致认为 胡锦涛主席明年初 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对于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 可以说意义重大 双方将会密切沟通 认真筹备 共同营葬良好的氛围 确保访问取得成功 双方还就亚太地区的形势 二十国基团首尔峰会等问题 交换了看法 那么随着广州亚运会的临近 从今天开始 广州市将会正式实行机动车 按照单双号现行措施 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马上我们通过视频来连线 正在现场采访的本台记者纪元 你好纪元 主持人好 纪元我们知道 按照时间来说 现在应该是上班的早高峰时间 那现在我们通过你后面的画面来看 好像道路交通状况 还是比较良好和理想的 是这样吗 嗯 是这样的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吧 这个地方呢 是广州的天河路的港顶段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带来直播 因为一向啊 这个港顶段 都是一个广州 这个著名的堵车的黑点 这个附近 你可以从镜头中看到 旁边可以说密布着大量的电脑城 另外还有大学 有医院 有商场 有酒店 所以平时这条路上 可以说交通就是非常的繁忙 车流量和人流量都很大 所以在此前呢 这个广州市已经在这条路上 开通了BRT的专用的公交车道 那么今天早上7点钟开始呢 这个亚运单双号现行 就算是正式的实施了 从我早上7点钟 到现在一个小时的观察来看的话呢 目前道路上的这个交通的情况 可以说车流量仍然是很大 尽管有双号的车都在家里歇着了 但是呢 车流量仍然很大 但是呢好在我观察至少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在这个路段并没有看到有双号车上路的情况 这也说明前两次广州市举行的这个亚运单双号 现行的演练起到了作用 那么广州市民已经对这个措施呢都了解的比较清楚 所以也比较配合 大家都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通行的环境 主持人 嗯 既然除了这个单双号的现行措施之外啊 为了保障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畅通 还有哪些措施要实施 嗯 是这样的 其实以亚运单双号现行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吧 因为从早上的7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 从今天开始呢 总共会有46天 这个机动车呢 都必须按照单双号的尾数来出行 那么如果要是比如说您有违章的情况的话呢 可能会被处以200元的罚款 并且要扣三分 而且如果您接到罚单之后 半个小时之内不离开这个路面的话 或者是停在旁边的话 那么您可能要吃到连环的罚单 那除了这个亚运的单双号现行之外的话呢 从今天早上6点钟开始 有13条亚运专用道也投入实用了 那么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钟 这些亚运专用车道里面是不允许 除了亚运保障车辆之外的其他车辆通行的 不过有一个比较人性化的措施呢 就是如果亚运专用道和公交车道同时在路面上存在 那么社会车辆可以借到公交转用道 这也是为了保障这个出行呢 能够让大家更顺畅 除此之外呢 有一点我特别要跟大家提一下的 就是从今天开始 因为今天是工作日嘛 星期一 从今天开始呢 这个整个广州市的范围内 市民如果出行 只要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那么都是免费的 比如说公交车 比如地铁 也比如这个广州比较这个多的水路嘛 所以会有很多的轮渡 那么这些个交通方式都是免费的 这也是广州市政府去下决心 大力气来推进这个交通的 畅行的一些个手段 像我旁边的话呢 因为这个地方港顶 本来就有一个地铁站的 今天早上呢 我下去看了一下 这个平时啊 因为地铁里面早高峰的时候呢 排队的情况会比较的多 那么今天呢 大家都是直接就是 从这个刷卡机旁边通过了 因为刷卡机全部关闭了 安检之后直接就过闸 所以这个人啊 进站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么到广州亚议会期间呢 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预计啊 说每天的客流量 可能会增加到300 增加300万左右 所以这个数字是很庞大的 那么我们从这些措施呢 也可以了解到 这个广州市政府确实啊 为了保障亚议期间 道路通行的顺畅 以及保障这个空气质量 可以说还是想了很多 这个比较人性化的措施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 这些措施的施行呢 给广州亚议会提供 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主持人 好 谢谢纪元来自广州的报道 谢谢 好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 从今天开始啊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就开始正式入乎登记了 中国呢将会有600多万名的普查员 上门进行人口普查登记 这一次人口普查将会摸清 2000年以来 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上的变化 2011年的4月底 这一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 就将会公布 那这一次人口普查呢 采用按照现住地登记的原则 入户登记阶段是从11月1号 一直持续到11月10号 普查人员将会一家一户的入户调查 接下来跟进一下 台湾苏花公路的一个救援进展情况 今天呢是苏花公路 塌方的第12天了 台湾救援部门在昨天出动了 超过上千名的人力 继续搜寻失踪的车辆和人员 但是依旧没有重大的发现 包括19名大陆居民在内的23人 依然失去联系 上千名搜救人员陆续前往苏花公路进行搜寻 其中仅在苏花公路114.5公里处和116公里处 就调动了20台小型挖掘机 但当天只找到两个轮胎皮 还有一个排气管 为提高搜救速度 一名曾在苏花公路做工程的工作人员提出搜救建议 据邱先生分析 在苏花公路114.5公里边坡下 距离海平面7到8米处 原本有一个深度50米 面积约1.5个篮球场大的平台 他怀疑游览车可能就是掉落在这个地方 接着土石崩塌后被深埋在底下 而目前搜救人员只在上方开挖侦测 进度只进展了五分之一 要彻底搜索仍需十天左右 不过搜救人员侦测到一个长达5米的金属物体 怀疑有可能就是失踪车辆的残骸 为此搜救部门将锁定这一区域 展开地毯式的搜索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教堂人质劫持事件 造成至少37人死亡 56人受伤 涉及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的一批 法律规章还有规范性文件 今天开始实施 房地产第二轮调控效果明显 商品房成交量下滑 开发商资金回笼压力大 稍后请继续收看中国新闻 水秀山林 古运进会 美好江苏欢迎您 爽爽的贵阳 中国秘蜀之都 中国铺乡 魅力安顺 地球绿宝石 风情前南洲 多彩贵州最美之旅 江海门户 轰天下江苏海门 四百万平方金银面 六点二万个商位 一百七十万点商品 例如中国小商品层 欢迎您 白水都江燕 问道 青城山 中国长寿之乡 滨海养生之都 山东闻灯 河南 黄金叶品牌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传递温馨 呵护梦想 中国家访 碟石桥 浙江东阳国际缝击城 缝纫整机零配件 服装辅料招商盛大启目 浙江东阳国际缝击城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 欢迎各位的继续收看 当地时间10月31号的傍晚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市中心的 卡拉达地区的一间 证券交易所 遭到了不明枪手的袭击 枪手打死了两名证券交易所警卫之后 躲进了附近的一座教堂 劫持了包括教堂牧师在内的上百名人质 随后同军警展开了对峙 经过激烈的交火 伊拉克安全部队最终控制了现场局面 被劫持人质获释 而根据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消息说 持枪匪徒和军警交火 造成了至少37人死亡 另外有56人受伤 伊拉克国防部长奥贝迪说 这起袭击明显带有基地组织惯用作案特点 他强调说 袭击者已经被击毙了 数名疑犯已经落网 但是并没有透露具体的人数 奥贝迪还说 部分持枪匪徒并非伊拉克人 其中有武装分子要求释放 被关押在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恐怖分子 两架从也门飞往美国的飞机 被查出含有炸药的可疑包裹之后 美国的反恐形势 可以说是骤然紧张 10月31号 美国总统国土安全 以及反恐事务顾问约翰布伦南 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 表示说 到目前为止 美国政府也不能够确认 已经找到了所有炸弹包裹 媒体分析认为 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天 可能还会有炸弹包裹 接踵而至 布伦南说 目前美国方面正和各方密切合作 检查所有近期运离也门的包裹 以确定它们是否内装爆炸装置 但是由于涉及范围太广 反恐部门也不能够确定 已经找到了所有的炸弹包裹 30号 美国官员透露 这起炸弹包裹事件 与去年圣诞节发生的 美国的未碎炸击案如出一辙 两次袭击中的炸弹都是出自基地组织 阿拉伯半岛分支的一名炸弹专家 伊布拉辛哈桑阿希里之首 他一直位于沙特通缉的恐怖分子名单之首 另据报道 10月31号 也门警方释放了日前因涉嫌参与炸弹包裹事件 而被逮捕的一名女嫌疑人 美联社报道说 这名女嫌疑人名叫萨玛维 今年22岁 是萨纳大学工程学院的学生 也门警方是在美国 以及阿联酋情报部门的帮助下 通过留在快递公司的电话号码 追踪并逮捕了他 也门警方说 他们已经证实 有人盗用了萨玛维的姓名和身份证 警方下一步的目标 就是找到盗用者 与此同时 也门调查人员正在对发往美国 和其他国家的包裹进行检查 并关闭了卷入此次炸弹包裹事件的 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 和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驻萨纳的分公司 出于安全考虑 美国 英国 德国和法国 也都加强了戒备 一些国家还禁止来自 也门的航空托运货物入境 10月28号晚上 两架经由他国飞往美国的飞机上 发现了可疑包裹 相关机构在英国 东米德兰茨机场 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 接获了这两件来自也门的包裹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 邮包内的爆炸物 构成了针对美国 实实在在的恐怖威胁 此外 在当天的采访当中 美国总统国土安全 及反恐事务顾问 约翰·布伦南还表示说 包裹炸弹事件 和前不久所发生的 迪拜坠机案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9月3号的时候 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运营的一架 波音747400型货机 起飞之后不久 就在迪拜国际机场附近的 一座空军基地坠毁了 两名飞行员丧生 联合包裹服务公司说 失事货机当时 正在前往德国科隆 货机所搭载的 主要都是儿童玩具 和塑料制品 阿联酋情报部门 在10月31号表示说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坠机是爆炸引发的 但是有目击者说 货机在坠落之前 就已经起火了 对此 航空安全专家指出 飞机起飞的时候 尤其是在升空阶段 坠毁的情况 其实并不多见 但是在没有获得 更多信息的情形之下 还不能够断定坠毁的原因 其实在911事件之后 世界各地的机场 都是纷纷加强了安检 然而安检的重点 是大多着眼于乘客 还有行李 放松了对于空运货物的检查 国际航空安全杂志的主编 菲利普鲍姆 甚至把航空货运这一块 称为了是航空安全的 阿克六四之种 其实早在四年之前 美国哥伦比亚公司 就曾经对航空货运系统 进行过安全检查 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2006年10月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通过货运飞机 把六个签盒 以特快专递的形式 从伦敦起运 经里昂巴黎 最后到达美国华盛顿 签盒一般用来装一爆物质 但用于测试的签盒中 并没有放置任何可疑物质 只放了几个胶卷 用以迷惑检查人员 最后只有一个包裹 确认被打开过 并经过了X射线扫描 有两个包裹 甚至原封未动地 抵达了目的地 虽然民航客机的 安检条例规定 所有的货物 必须在接受 X射线扫描 或者随机开箱检验后 才能装载起运 但执行起来很难到位 纽约时报报道说 货物装机之前 只有一小部分会接受检查 而货物尺寸 是检查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尤其在以快制胜的 快递行业 是否花时间安检 每个包裹 就要看各个公司的诚信了 此外 不少航空安全专家表示 航空货运安检方面的 硬件设施 也亟待提高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台 安检仪器 可以有效检查出 单个货物包裹内 是否藏有爆炸物 好 更多新闻资讯来快速 浏览一周短消息 一艘运载大约200人的拖船 10月30号在印度东部地区的 一条河中翻沉 目前已经打捞出 25名遇难者的遗体 另外有51人成功获救 仍有一百多人失踪 当地媒体援引警方的消息报道 出世水域水流湍急 这艘船航行时严重超载 宏多拉斯第二大城市 圣佩德罗苏拉 10月30号举行的一场 业余足球赛 遭蒙面枪手突袭 14人丧生 警方表示 枪手人数在5到8人 怀疑是不同犯罪团伙 火拼而引发的惨案 宏多拉斯政府人权机构 一份报告显示 宏多拉斯今年谋杀率 可能达到10万分之78.8 为全球最高 10月31号 在澳大利亚珀斯市海岸附近 一名女导游 在带领游客潜入水下 欣赏海豚表演的时候 遭到一条三米长的鲨鱼的袭击 索性同行的一名男子奋力相救 从后面用力抓住鲨鱼的尾巴 才使女导游侥幸从鲨鱼口中逃脱 女导游获救之后 被送到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目前情况稳定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 欢迎各位的继续收看 从今天开始呢 一批法规规章 还有规范性文件就开始实施了 将会对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 带来深刻的影响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些规章制度的主要内容 卫生部教育部公布的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规定 儿童健康检查合格后 方可进入托幼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 体检项目开展健康检查 不得违反规定 擅自改变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 关于规范银行外币卡管理的通知 对境外卡在境内通过自动桂圆机 提取人民币限超 调整了限额管理要求 每笔不得超过3000元人民币 中国证监会出台的 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 指导意见惊奇实行 这意味着今天启动新股发行 第二阶段的改革 这次新股发行体制改革 将进一步完善报价申购 和配售约束机制 进一步扩大寻价对象范围 充实往下机构投资者 另外 增强定价信息透明度 完善回波机制和终止发行机制 也成为这次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亮点 北京市政府制定的 北京市民用机场进空保护区域管理若干规定 近期实行 在北京市民用机场进空保护区域内 对违反规定放飞鸽子 风筝 气球 航模等影响飞行安全行为的 情节严重的最高将被罚款10万元 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规定 新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必须进行节能评估和节能审查 节能将作为项目审批核准 以及开工建设的前置条件 对不符合节能标准的项目 实行前置否决 今天开始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限电管制规定指出 根据维护国家安全 保障国家重大任务 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等需要 国家可以实施无限电管制 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条例 既其实行 条例规定 武器装备研制生产单位 应当建立不合格产品处置制度 武器装备论证 研制 生产 试验和维修单位 应当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 确保武器装备质量符合要求 10月31号的上午 湖南湘西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在凤凰县人民法院 就凤凰少女窍楼案件 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 经湖南湘西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申例查明 2010年9月4号 被告人林毅 龚成 韩晓东 徐磊和王凯 采取暴力 胁迫及投放K粉等手段 欲与被害人邱某某 侯某某 发生性关系 虽因被害人强烈反抗等原因未得逞 但其行为均已构成强奸罪 5名被告人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 导致了被害人邱某某 坠楼身亡的严重后果 社会影响极坏 据此 湖南湘西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以强奸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林毅 龚成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韩晓东 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徐磊 有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王凯 有期徒刑11年 剥夺政治权利3年 5被告人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人经济损失 35,044元 关注一下楼市 9月底国家推出了房地产第二轮调控政策 直接给10月份的黄金周房地产成交量降了温 而这一期间又陆续出台了加息政策等等 10月份北京商品房市场和9月份相比 开始逐渐趋冷 与9月份相比 北京10月房地产市场呈现销售额下降明显 开发商资金回笼压力增大 据统计 10月成交量前10的楼盘 成交总量 环比9月下降62% 同时10月也出现了大量的零成交楼盘 同时一些开发商打折力度加大 但销售依旧不被看好 据统计 10月打折的项目一共有120个 环比9月打折项目数增加30% 其中7成以上均为高档项目 而且打折力度也比9月份增大 有的项目不仅打折还赠送装修花园等 据统计 北京10月份新建商品房成交量为7538套 总体较9月下降38% 10月下旬成交量 比9月下旬成交量下降了56% 调控后成交量下降明显 但是目前期房成交均价21,323元每平米 期房价格没有出现明显下降 创业版自2009年的10月23号上市以来 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一年来通过这个平台有效地解决了 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难的难题 但是上市公司的业绩欠佳 这也给股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 对此健全退市制度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创业版发行价格动辄 还有70多名 今天凌晨0点26分 我国在西昌 未经许